今天我们来介绍砂锅腊肠,包仔饭的做法 包仔饭做法简单,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,做包仔饭最合适了 吃起来既有肉又有菜,米饭中还带了肉香,还有嫩嫩的鸡蛋,营养丰富,还能令人食欲大增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,为了方便以后查阅,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大米洗净提前用水浸泡半小时 西兰花和油菜洗净备用 所有调料混合,加入适量清水稀释拌匀 砂锅的底部及锅边抹薄薄的一层油 将洗净的米放入砂锅中,加入量约为1比1.5的水 砂锅至火上,用大火烧开后,转成最小的火焖 趁煮饭的时间,将腊肠切成厚度均匀的薄片 西兰花和油菜用开水焯烫备用 大约10分钟左右的时间,米饭中的水快收完了 将腊肠片摆放在米饭的上面,中间打入一个鸡蛋 将料汁淋在腊肠上,盐锅边淋,少许色拉油 盖上锅盖大火煲2分钟,然后关火再焖10分钟开盖 铺上烫好的西蔬菜,香喷喷腊肠包仔饭做好了 技巧 包仔饭煮好饭后,再焖10分钟口感更好 然后开盖将饭搅散再盛出食用 想要吃锅巴的话关火前大火煮个1-2分钟 注意守着火,别包糊了 好了,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,欢迎订阅关注